蔡康勇说,我鼓励大家做一个冷淡的人,我不认为过于温暖是跟别人维持良好关系的一个好的立场,如果被温暖绑住就更吃力。 生活中,那些看起来很冷漠的人,大抵活得都很不错,他们不会过多关注别人,也不会随意插手别人的生活,既不想维护世俗中的人情世故,更不会被任何关系所捆绑舒服。 这些看似冷漠的人,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来关注自己,保养自己的身体,呵护自己的内心,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。 养生重在养心,养心重在静心。 要想静心养心,一定要先学会做一个冷漠的人。 一、冷漠处世是一种态度可养心。 有一位作家曾说过,冷漠处世,冷清做事,冷眼看人,才算是人之成熟。 冷漠处世是一种态度,并不是完全断绝自己的情感,而是断绝不必要的情感纠葛,以净水深流的姿态面对生活。 人生苦短几春秋,事实无常任取留。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,生命中该来的会来,该去的总会去。 又何必将自己的情感,空耗在这些并不恒久的事物上。 与其溃于纷扰,不如淡然面对冷漠使之。 同时小孙在单位,使出了名的冷漠性子。 不仅平时很少和同事交流,工作上更是井水不犯河水,尽量不与其他人有所交集。 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,我们俩慢慢熟络起来,小孙才道出事情。 原来刚参加工作室的小孙,是个活泼爽朗的姑娘。 办公室里不管大小事情,她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 不仅把办公室整理得拖拖荡荡,就连公共区域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 很快,她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劲。 领导和同事不管遇到任何问题,第一反应就是找小孙,万一事情没做好,还会招致领导和同事的不满。 后来,小孙痛定思痛,决定做一个冷眼旁观之人。 从此以后,她除了本职工作以外,不再介入公司其他工作。 同事之间嬉笑打闹,她也从不参与。 起初,同事们都惊诧于小孙的改变。 时间久了,也逐渐适应了她的高冷范儿。 领导不再动不动就使唤她,同事偶尔有时麻烦她时,更是笑脸相迎,百般感谢。 对于如今这种经味分明,高效简洁的处事方式,小孙很是满意。 她认为,处事冷漠一点不是问题,可以使人际关系更加单纯清爽,活得洒脱自在。 事事繁杂,与其让自己的心,北外事物干扰而思虑纠结,陷于内耗。 不如尽量摆脱对世道人情的依赖和计较。 欲养生,先养心。 以冷漠之心应对事事,保持内在的宁静和淡泊,就是最好的养心。 二,冷漠待人是一种修养,可静心。 这里说的冷漠,是一种做人的修养。 不是待人冷若冰霜,更不是对人无情无义。 而是选择做一个有社交分寸,不轻易打扰别人,也不允许别人轻易打扰自己的人。 乔治·戴德在《自我编辑》一书中提出,所谓编辑就是你的事情归你,我的事情归我。 人与人相处,一旦缺乏必要的距离,编辑的话,很容易生出各种矛盾,是非,恩怨。 当内心繁杂纷乱时,又怎能拥有真正的平和宁静。 朋友林青的婆婆,是一个亲朋淋漓眼中的热心人。 自从林青结婚后,婆婆对她嘘寒问暖,各种体贴关怀。 起初,每天享受着婆婆的照顾,林青很是受宠若惊,对婆婆也很感激, 可时间久了,她对这种照顾越来越反感。 考虑到婆婆也是好意,林青就算感觉不舒服, 也始终没好意思对婆婆的关心照顾说不。 直到有一天,林青下班回来,看到阳台上挂着自己的那一裤, 积攒了许久的不满,瞬间爆发出来。 我的衣服我自己会洗,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进我的房间,碰我的东西。 听了林青的话,婆婆委屈得直掉泪,自己明明是好心, 而媳妇不仅不领情,竟然还要跟自己吵架。 后来,婆婆在亲友的规劝下,搬回了老屋。 如今,婆媳俩平时各过各的日子,逢年过节会一起吃饭, 林青偶尔也会给婆婆买衣服鞋子。 婆媳关系虽然看着有些冷淡,但两人都感觉很自在。 可见,被人过度热心,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喜悦和享受, 反而会令人压力倍增,只想远离。 同理,如果不懂得拒绝他人的热心, 只会让自己的空间被侵占挤压,导致自己越来越不开心。 事实上,无论对人过于热心,还是不懂得拒绝他人的热心, 都是边界感的模糊,是不尊重别人, 也是不尊重自己的一种表现。 以略显冷漠的态度待人,不失为一种好的相处之道。 尊重对方的选择,维护人际关系的清爽, 保持生活的简单有序。 于万丈红尘中,修一颗难得的清净心, 就需要做一个冷漠之人。 三,养心静心,才是最好的养生。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, 每天关注大量外界的信息, 看新闻看到负能量爆棚, 不去看又觉得心有牵绊, 好像对社会,对他人缺乏一些共情和理解。 明明已经不想再听到朋友的抱怨, 但为了照顾到朋友的心情, 不得不继续承受对方的情绪, 导致自己头昏脑胀,疲惫不堪。 如果你也是这样一个无法放下对他人关心的人, 建议你可以对外在的人事物适当冷漠一些。 适度冷漠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好人际关系的平衡, 避免被过度消耗。 适度冷漠就可以让我们少许关注自身以外的事物, 减少百分之九十的烦恼。 冷漠,其实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, 就是为了让你的心静下来。 心静则心静,静心则养心。 最高级的养生,不是锻炼,不是睡眠, 而是养心和静心。 杨将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北平, 曾被丈夫钱中书誉为最显的妻,最彩的女。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女儿钱院离她远去, 八十六岁的杨将迎来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之痛。 然而祸不单行,不久后, 丈夫钱中书也嫁和西去。 尽管悲伤,但杨将在感情上很是克制。 他一方面节制哀痛, 一方面以体育锻炼和写文作画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, 使得自己恢复平和的心态。 他经常说,该放下的要放下, 活着的人就要向前看,过好每一天。 先丧女,后丧夫, 是乃人生之大不幸。 可杨将以貌似冷淡, 实则理智的态度, 勇敢面对丈夫女儿的离世, 努力过好自己的余生。 晚年的杨将笔更不错, 著作等深, 九十三岁出版了散文随笔我们撒, 九十六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, 一百零二岁出版二百五十万字的杨将文集八卷, 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世事难了, 人生无常, 我们无法左右命运, 也无法掌控未来。 唯有尊重花落花开的自然规律, 理性面对现实, 带着一颗清静心, 慈悲心, 走好以后的路, 让自己的生命活出价值和意义。 红尘喧嚣, 浮华一世转顺空, 当我们沉沦在外界的人事物上, 只会让自己的心无法安住于当下。 各种纠结内耗, 人际间的烦恼随之而来。 谈何静心, 又谈何养心。 做人, 不妨凉薄一些, 冷漠一些, 不去干扰万物的运行, 不去破坏因果的法则。 静听花开花落, 坐看云卷云书, 向内寻求真正的自在解脱。 人生是一场修行, 冷心冷情未必是坏事。 少去关注外在, 多来关注自己。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好好养护身体, 滋养心灵, 不断学习成长, 在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最好的养生, 就是做一个冷漠的人。 愿我们都能学会养心和静心, 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来关注自己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